新冠肺炎在全球持续蔓延 各国经济都受到不小的影响 也间接让许多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健康 由经济部辅导的后疫情时代的数位健康转型讲座 9月29号在新竹市举行 邀请健康事业厂商分享企业如何利用AI智慧检测装置 来辅助员工健康管理 帮助企业更有效率地达到员工健康促进目标 过去企业对于员工健康的管理 大部分是安排检检 然后一些健康讲座或是办一些健康活动 我们一般的检检都是大概一年两年检查一次 现在的AI可以让我们帮助 我们每一天都非常及时地去检测我们的一个生理数据 那确保说我们的健康是在一个安全正常的范围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藉由这样的工具整合我们背后的这个健康服务 那这个是一个在现在国发会在后疫情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这是台湾未来在整个经济发展里面一个重要的一环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罹患心血管相关疾病的风险高 虽然民众普遍知道透过运动以及健康饮食能够降低风险 但工作忙碌之下 要养成规律的作息也并不容易 这时若能将预防工作做好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那在职安署职业安全卫生署他有推动这个预防异常工作负荷 触发脑心血管疾病这样的措施 简单讲就是预防过劳死 那这样子的措施呢 他借由这个评估心脏血管风险 未来十年内发病的风险 以及这个每一位员工的工作压力是属于低中高负荷 比如说他需要日夜颠倒 需要24小时待命 情况都非常的紧急的 那这个会是一个高压的工作 借由这两者去交叉筛选出来的高风险族群 那在这个预防措施里面 就会去帮助同仁做这个工作时速 或者是工作岗位的调整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族群 来诊所寻求这个协助 因为他可能认为自己的年龄 还不到需要长期吃药的程度 或者说他的工作没有办法允许他这个每天规律的运动 因此呢他需要有一个比较被动辅助 让他可以在放松休息的情况下 也一样能够促进心脏血管的健康 那我认为ECP在这个部分呢 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帮助 他的中文是加强式的体外反驳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身体外面的第二颗心脏 在我上坡非常累气喘吁吁的时候 从背后扶我一把 来让心脏血管获得比较好的灌流 那长出侧肢循环 因此呢这个体力以及耐力获得改善 这座占地不大的健康小站 只要三到四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为员工量测出血压 体温身体注尘 以及自律神经等等的数据 获得的资讯 还可以透过云端大数据 进行人工智慧分析 不仅能够了解个人身体状态 也让企业为员工的健康把关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 重视员工的健康 那本来呢 健康就是各家企业 一直在推动的事情 只是说需要一个 更好的工具跟方法 那现在透过我们这个小站的推动 很多的企业 纷纷重视到我们现在 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也有企业已经下订单给我们 那希望说透过我们线上线下的 这样一个新的健康服务 的方式可以让员工的健康 得到更好的一个管理跟保障 那我们有AI可以及时的回复 他提醒他的健康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建议他怎么样的方式 可以改善他的健康 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 每一位员工的努力与付出 在后疫情时代 如何营造优质的健康职场环境 逐渐受到重视 唯有雇主以及员工 同时获得双赢的局面 才能让企业的发展生生不息 凯布新竹简书期采访报导 感谢他们向前进行 这种活动方式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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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活动方式尽研 这种活动方式尽研